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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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那我们就针对这一个代数这边 那给最后的一个单元 因为我是讲说直数很多货 包括这一个卵真直数 还有包括张艺棠教授最近发表的那些 有关于Rimund Conjecture的一些 相关的一个结果 那都跟直数有关 那所以最后我就找一个直数 来做一个收官 这个都是很基本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呢 这个也会把我们一些证明的方法 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小问题 这个小问题就是说 他说 There are an infinite number of points 就有无穷多个直数 无穷多个直数 那这个小小的一个定理 那怎么去证明它呢 那这个考验我们的数学 这个前面学过的够不够严谨 好那我就准备用这个proved by contradiction 用矛盾证法来证明 好那怎么证呢 好我们就假设说 嗯我有有限个 assume 那let 就假设 there are 那they only exist 只仅仅存在有限个 好 finite number of primes 嘿 我就假设说只存在有限个 那令它们呢 为什么呢 p1 p2 点点点 pn 有n个 那这个等于是pi 大于等于2 大于等于2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它很简单 所以我这边就是做一个 结尾 因为我们代数里面 都离开不了这个直数这样 那既然它惹那么多货 我们就继续让它惹货好了 那这样等于 所以你下次看到很多的那个新闻报导 这个在新闻上 在网路上报导的时候 就晓得这么一回事 conceder的什么呢 我们就造一个新的数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造一个新的数 就定a等于就是我们的p1乘上p2 点点点乘上pn 再加一个1 有没有看出来 嗯 归比它大一个1 有没有 那and怎么样呢 我们的pi 它发现pi绝对不会是a的因数 因为有限个直数嘛 直数就是跟任何数 它不可能有什么样 有e以外的公因数有没有 所以呢 i呢就等于1 2 点点点到n 有没有看出来 那why 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刚刚已经大列的解释了一下 大列解释一下 大列解释一下 那如果说 嗯 pi是某一个a的一个因数的话 会怎么样 那没关系我们往下看 我看我们怎么证明它 嘿 好 那如果说4会怎么样 4会是怎么样 我们来看看 如果说把刚刚那句话把它变成4的话 会怎么样 就是说好我们的结果 我们刚刚的论述在这里 各位 我就整理在这里 各位看一下 所以说如果说 嗯 存在一个i 让pi是a的因数 name name怎么样呢 那pi就可以整除 a减去p1p2点点点pn等于1 有没有看出来 嘿 那这个按照我们前面讲过说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前面不是讲过说 这个是他的一个倍数 那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倍数 那我可以任何的什么样 ax加by都是他的倍数 嘿 结果求出来是这个1变他的倍数 那pi就变成1啦 那不可以 因为我刚刚讲pi大1等于2 所以 it contract 这一个 dict the assumption 就是我们前面的假设 我们看出来 假设 那这个很明显 我们假设怎么样呢 pi 大1等于2 那有限个什么样呢 有限个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个的那一个直数这样 所以 很明显pi 没有办法整除a 也就是说 i等于1 2 到n的话呢 都不是a的因数 也就是说 这n个 直数的话 都不是 所以怎么样 都不是这个直数 所以刚刚有一个很重要观点 我没有 摊牌给你们看 有没有 现在把它摊一个牌出来 就是说 就跟你前面做的那个假设 什么 产生一个什么 一个事实的违背 你们看出来 事实的违背 那其实这一个 各位同学应该都很容易懂 那在前一节 我用三个方法 来做一个诠释 有没有看到 所以呢 好啦 那我们还有一个 那这个你们就可以去查课本 很好玩 就是说 by fundamental theory 什么叫做基础理论呢 这是代数的基础理论 就是说 对于任何的一个a 属于自然数 a大于1 那a一定怎么样呢 a can be replay zenty 这是很有名的一个理论 有没有 a 是什么呢 a product of primes 哦 那任何的什么样 任何的一个 这个自然数的话 都可以被表成 某一个 N1 K1 p n2 k2 点点点 有没有 pnr kr 也就是说 我会存在 因为我现在不知道 这是哪一个 哪一个 这个 直数 所以它是直数的什么 直数的那个 因式分解的四值 pq 有没有 这是一个prime number 就是说它可以表成这个直数的次方 的一个 的一个什么 一个表 一个成绩 所以这个叫做代数的那个基础的理论 所以我们存在一个pq 它是prime number 看出来 使得pq 可以整除a 也就是说它可以把它表现成这个样子 那表现成这个样子的话呢 嗯 那你就发现呢 它是 就是 它是怎样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It should be pq 属于怎样 就是说 那很明显 这些都是我们的直数 所以它 也就是说 既然我照出来这个a 这个a是我照出来的 它一定可以表成 某些直数的这个什么 这个 次方的成绩 有没有 所以 这个pq中间的某一个 那它 就中间的某一个 有没有看出来 p的n2中间的某一个 那这个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 诶 那可是这个是我们 那刚刚讲 所有的直数都在这里啊 所以它是它的一个子级没有问题 有没有 诶 那这样是出现什么事情 出现什么事情 刚刚你已经证明在前一个配置 证明 a没有办法被 p1p2到p 这个n整除 有没有看出来 那结果你发现它又表示成某 n1 n2到nr r个的那个 直数的那个什么 次方成绩 所以 这样就发现什么意思 就发现说 这件事情告诉我说 我的pq就是可以 可以整除 a 可是pq是某一个 我们已经规判成 规判成 规判成是有限格嘛 所以 那原因就是 你自己很激薄 假设它是有限格 才造成 现在那么多怎么样 那么多 矛盾 有没有看出来 就是p i 没有办法整除 a 有没有看出来 所以 这样就是告诉我们说 你就不能够怎么办 你就不能够假设它是 不能够假设它是什么 它是有限格 假设有限格 就会造成 这些种种推论上面的怎么样 推论上面的一些矛盾 一些矛盾现象 所以我们最后的结论 好 我把它 缓黑 最后的结论就是 There are an infinite number of primes 诶 那这整个证明过程里面 其实就引用了前面好多的技巧 所以我们先假设它是有限格 然后呢 一退退退到后来 这种假设之下造成它是产生矛盾的 是产生矛盾的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 在我们玩这个植数 植数的第一个小小定理 跟张玉堂教授 他们那些超高难度的那些理论来比的话 我们这还落差很远 但是我相信它当初开始 这个起步也是从这些东西 往上一直build build到后来才有办法这样 有那么大的一个能力 有那么大的一个能力 可以 那么大一个能力 可以怎么样 可以达到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境界 所以我们学习 就是要从 这个 种种的这一个 前端来学习 那大概代数的这一部分 我就 就在这边录完了 以后有机会 我会再录一些小品的代数 那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网络上找 那有一个美女的教授 这个他录好多的 有关于这个代数的 代数的影集这样 那收播也还看还蛮不错 他那个制作团队也很好 但是他是在念数学 在念数学 因为他的那个版 排版很漂亮 但是整个 整个在念的过程里面 还是有点小trouble 所以我还是喜欢说 用这个来推导会比较好一点 好 那我们就先到这边 嘿